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种说法的 一种是说是这个割掌 但其实那个割字和这个割字应该有些分别的 我所知 第二种我觉得比较可以说得通的说法 就是我们的勾念手 割 像把念刀割东西 这个手法会在哪里见到呢 基本上其实你会在十八摩桥晚虎出林和九步推 其实也会有这些手法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解就是九步推里面的一些割的手法 譬如我们九步推 当我们做到三下穿摩 即是我们打完这边 做完三下穿摩之后 有一下手是割 割 这样打出去的 是的 这样打出去的 那这下手的用法是怎样呢 我又会在这里简单示范给大家看 现在我冲锤的时候 是不是 对手截了我的冲锤 是不是 那我就会用割的手法 向这里一割 一割到这边打出去 那整个动作是什么呢 再唱顺利一割 就像这样 冲锤 一割 我就在这里 甚至我一做这一割 其实我这一割手已经出了 不再補多一割可以这样 那除了之外 这个就是示范了九步推的内割 其次外割的道理也差不多了 譬如人家在外桥 一顶着我的时候 我再说外割 然後就打上去 這樣 今集講的示範就到這裡 當然這只是一個比較基本的示範 內裡的變化其實是有很多的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如果我可以講到一些高深的套路 又有一些高深的用法 嘗試一下介紹給大家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今集的孝師傅研究室